大火逼出肉汁 五花肉片在烤架上烤得积极作响 但中秋節想烤肉 怎么生火得先学会PayPal 网络上流传两种生火方法 号称两分钟快速生火 实际实测看到底快不快 第一种叫做无敌西钢流 源自于日本方法就是 把四块木炭摆成正方形 当作底座接着 把报纸卷成纸卷增加燃烧时间 在底座上叠成三层紧自行 最后木炭填满空隙点火 过了两分钟好像没网络传的来得快 报纸都已经烧光 但木炭却好像没烧过一样 不过没关系 还有一种四角堆叠法 把木炭摆成正方形 一层一层往上叠 点燃火种从缝隙间丢到木炭内部 利用烟囱效应就能生火 但两分钟内要烧红木炭 恐怕没那么容易 不过两种方式比一比 无敌膝钢瘤火较大 但烟较多 四角堆叠法火较小 但烟也比较少 木炭你要产生空隙 空气流通 所以你发现大楼在燃烧的时候 不幸发生火灾的时候 就有个叫烟囱效应 就是它把它堆叠起来 然后火会往中间串烧 温度可以拉高 生火秘诀就在于木炭 要摆除空隙 让空气对流带进氧气 物理老师说两种方法都能生火 但是排列方式太高 光前置作业就得花上不少时间 下期新闻 马超林文庆 台北报道